曾是滿山綠翼的墓園 如今被大量砸草淹没 甚至随处可见一堆垃圾 不少墓基主来扫墓才发现 一切风云变色 墓地被贴上公告 要求协商 还得在期限内付钱 让不少民众气愤难耐 组成自救会捍卫权益 为在综合的春秋墓园 历史悠久 还在2008年 被台北县政府认定基优业者 学墓主控诉 直接向前经营者购买 取得永久使用权 结果市府认定前业者非法经营 未经地主同意盗卖土地 因此换了新公司接手还给名 但他们又向墓主 索讨60到200万不等的使用费 多次电话恐吓 不给钱就挖墓 1800个家族受害 出面恐诉 求证招控公司 表示一切合法并无恐吓 殡葬处也已介入协调 希望先人得以长眠 做子女的才能行安 申讯王雄家喊新北冲报道